最后来看一下持续一个星期的华航机师罢工 昨天终于劳资双方谈判就所有的诉求达成共识 罢工已经结束 来看报道 历经近11个小时的谈判 劳资双方第四次协商终于对机师工会提出的全部诉求达成共识 资方统一不秋后算账 而劳方也承诺三年内不再罢工 请两位签署 13号晚间10时25分 双方在台行政机构副主管陈其迈 交通部门负责人林嘉龙的见证下签署团体协约 持续7天的台湾华航机师罢工事件正式宣告落幕 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下来 机师工会在去年8月就投票取得合法罢工权 在桃园市政府协调下同意暂缓罢工一年 但今年2月1号再度对外宣布 由于华航试图以金钱衡量飞安 对于工会最为重视的改善疲劳航班置之不理 因此决定于8号启动罢工 劳资双方经过四轮协商终于全部满足工会五大诉求 这起持续160个小时的机师罢工事件中 华航共取消200多个航班 由25000多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累计营收损失金额估计约5亿元新台币 依照华航官网已经公告取消航班数 预估未来营收影响金额还有将近1亿元新台币 加上春节期间很多家庭无法顺利团聚 上班族紧急事务无法及时处理 以及华航的名誉损失等 社会的损失远远超过预期